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中利用非水上微测技术检测了冷协破下水稻根系的实时钙离子流动 未揭示水稻耐含新机制提供了关键的依据 此篇文章已经收录至NIC文献库中 文献编号是C2015-005 有需要这篇文献的老师可以在旭岳研究院的官方网站上 首页中搜索文献编号进行下载 当然如果有想了解更多的文献信息 老师可以在旭岳公司的微信公众号上申领论文集 来了解更多的NIC经典文章的信息 好 下面我们来看崇康老师这篇文献中的NIC实验方法 检测指标是钙离子 检测样品是水稻根部的分声区 检测的一个位置的话 在上周的直播中也提到了检测位点的一个确定方法 可以通过扫点也可以通过文献 如果有需要了解的老师 可以观看上周一的直播的一个回放 这边处理的方法是培养三天的水稻幼苗低温顺时处理 什么是顺时处理 稍后会给老师进行一个实验的演示 大家在演示的过程中去进行一个了解 测试液的成分可以观看PPT中的内容 如果有老师需要的话 也可以去下载文献 在文献中有具体的一个展示 我们能看到左边的是文章中的数据图 在数据图B中展示的是顺时处理前和处理后的信号的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白色的区域是处理前 蓝色的区域是顺时处理之后 它的一个信号的变化 顺时处理后 钙离子的吸收是增大 并且呈现出广慢的一个减小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具体的结论部分 还有讨论分析部分 老师可以去下载文献进行相关的了解 崇康老师的这篇文献也是为其他的科研工作者打开了思路 以此文献做参考 并发表了文章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引用崇康老师文章所发表的文献的信息 这一篇呢 是中国农业科学院万建民院士团队在ZAR Research上发表的文章 检测的是水稻液肉细胞 钙离子的流速 文献的编号呢 是C2019-044 这边如果有需要的老师 需要的 就是需要文献的老师 可以按照刚才我说到那两种方式吧 论文集或者是在旭阅研究院的网站上去进行一个下载 下面这篇文章是东北农业大学的王金刚老师课题组 在IJMS上发表的一篇文章 检测的是米南界根部伸长区的钙离子流速 文献编号是C2018-019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的一个B图的一个数据图 也是四度的顺时处理之后 它的不同的品种吧 应该是不同的品种 它展现出不同的一个流速的趋势 下面这篇文章是东北农业大学 不好意思 这是上边的那篇文章 这篇文章还是中科院职务所重康课题组 在GIPB上发表的文章 检测的是水稻根部的钙离子流速 文献编号是C2019-028 有需要文献的老师 可以在续越生物功能研究院的网站上搜索编号进行下载 下面展示的是我们直播的一个兄弟栏目 可以算是 一个是经典与创新 一个是标准与认证 分别会在每周的周三 周五下午七点进行直播 经典与创新的内容的话 是针对于一些创新的一些设计吧 我这边也可以透露一下 它经典与创新 周三的直播中会涉及到 低温胁迫实验进入自动化的时代 实际上也是基于重康老师的这篇文献 来展示老师文献中低温胁迫 如何实现自动化的一个方式 当然我们今天展示的这个实验的内容 还是基于当时重康老师这个实验过程中 就是他实施的这样的一个实验的一个方法 对于标准与认证的这个直播栏目中 如果有老师拥有MT系统的话 并且想提高操作水平的老师 对于您来说的话 这个将会给您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也是请大家关注 经典与创新和标准与认证 这两档的栏目 最后呢 最后的PVT的内容呢 其实是关于直播内容的征集 因为我在之前两期直播中也是向大家征集内容 但是可能老师也许没有看到我的微信的一个就是添加方式 这边的话 我这边也是再说一说一下 如果您有想了解MT文献 想了解MT实验 或者有其他想了解的有关MT的内容 亦或者您想参与我们的直播 借我们的直播平台去传递您的研究成果 这些都是可以的 您可以扫描右侧我的微信的二维码 来添加我的微信 将您的想法告诉我 我这边呢 也会帮助您在直播中实现 或者说在直播中展示您想要展示的实验内容吧 最下方是旭月微信的公众号和旭月研究院的网址 刚才其实我也提到了 就是可以在旭月研究院的网址 sbi.org的首页当中去下载您想要的就是文献 这边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如果说您有需要的话 您可以截个屏作为一个保留 然后稍后可以进行一个就是网址的登录和公众号的一个添加 好 PPT的内容就展示到这儿 下面我们来开始冷顺时处理的实验展示 今天展示的内容呢 实际上是拟难界的样片 之前呢 崇岗老师在文章中其实用到的是水稻的样品 我先展示一下拟难界 这个是我们就是公司内部培养的拟难界 当然这个拟难界的样品的话 应该有10天左右吧 10天左右的一个描期 今天我们就用这个样品来做一下顺时低温的冷处理实验 好 首先我们先取一下样品 因为是活体检测啊 我们这边可以直接选取整个描进行样品的固定 首先在固定之前我们可以在溶液中平衡平衡一段时间 当然对于这是培养机培养的样品 对于水培培养的样品的话 可能会就是根部的尖端 它相对来说会干净一些 但是如果说像培养机培养的 或者是沙培土培这样的一个培养环境中 它在就是这样的环境中增部有可能会带入一些培养机 或者说制食或者说一些沙土之类的附着物吧 所以说这边的话 如果说您这边不是用水培培养的话 建议您可以用软毛刷去简单的将您的 将您样品的检测位点去轻轻的去刷一下 使样品附着的这些物质去将它去除 因为我们今天检测的是拟难界的分中区 所以只要把拟难界根部尖端的一个部分 给简单刷一下就可以了 刷完之后我们可以在这里边平衡 平衡十分钟吧 正常的平衡时间一般是三十分钟 这边的话给老师们演示的话 我就先平衡十分钟 在这十分钟里边我看一下评论区的内容 我看有一个老师提到了 怎么打不开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 就是还是是否还是打不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稍后我让我的助理看一下 因为我的助理这边看音当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然后如果说老师打不开的话 也是请老师先退出直播间 然后再打开 重新打开直播 再去上一下看一下 我看这有一个老师询问 如果想做测试 只能在虚业公司进行检测是吧 这边的话 这边的话我需要跟大家去说一下 如果您有测试的需求的话 现在是可以联系中关村MT联盟 也可以在联盟的网站中提交您的测试意向 如果您有测试计划的话 这边的话我可以先给您推荐几个基金吧 因为测试的话 您如果有基金的话 可能在您的测试费用上会有所就是有所优惠吧 这个基金的话会包括MT测试与体验的基金 还有MT的开提基金 对于符合申请要求的老师 最高会有上万元的一个基金的支持 这边的话也是请老师去关注一下 中关村MT联盟的网站 以及中关村MT联盟公众号的最新消息 来获取这样的一个信息 我看助理这边也是将我的联系方式发到了评论当中 老师可以添加我的手机号的微信 然后这样的话我稍后我通过一下 您如果有有其他的问题的话 您可以直接和在微信上和我沟通 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跟我沟通 好我看到这边评论区暂时没有最新的一个问题的一个评论 那我这边去做一下样品的固定 对于样品固定来说的话 之前在上上周四的一个直播 我忘了是多少号了 他有一个就是样品固定的一个 就是整个这一套的流程 然后这边的话我也是简单描述一下 如果有需求的老师可以发微信给我 或者说在评论区里边发表评论 这样的话我了解的话 以后在就是以后的直播当中 我看是否将这些内容重复性的 向老师这边去进行一个展示 固定样品的话 首先是先在表面中放一张绿纸条 当然这绿纸条是要就是浸泡在测热液当中的 避免在就是加入测试液的时候 会对样品有一定影响 加入绿纸条以后 我们将我们的样品去放到绿纸条上 将我们的样品带侧部位去露出绿纸条的就是外部 然后使我们的就是样品就是暴露出来 我们能够使用传感器进行定位进行检测 这个时候我们再把 再用另外一张绿纸条 再将样品压住 之后我们使用 之后我们使用数纸帕去 将绿纸条压住 这样的话就是确保根和绿纸条不会飘起 因为我们测的是拟南界根部的分声区 所以说露出的就是尖端的这样的一个区域 只要够分声区这样的一个部分 我们就可以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我们添加测试液 添加五毫升的测试液 这是王生的液腔 因为刚才平衡时间稍微短了一些 我们这边还是稍微等待一下 我看这边有老师提到什么时候会有测硝酸根的直播 老师如果您有这个需求的话 我稍后可以记录一下 然后在之后的几期直播中 因为下期的直播的主题应该已经定了 我看下下期或者之后的直播当中 能不能介绍一些经典的硝酸根的文献 然后在此过程中进行一个硝酸根的一个 就是实验内容的一个展示吧 预计最快的话 下下周那期应该是可以的 我这边需要安排一下 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老师有 就是有相关的一些需求或想法吧 当然其他的老师也可以像这位老师一样 将您的需求发表到我们的评论区里边 我们这边也可以进行一个积累 后续会将您的需求在直播中进行一个展示 平衡之后 这边有一个要点要提醒大家 就是我们需要将 我们需要将平衡的测试液去吸取出来 添加新的测试液进去进行测试 好 我们再次添加测试液 添加测试液的时候 尽量要保持就是稳定的添加 避免您就是如果加到过于迅速的话 有可能会影响到您固定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也许有老师可能会问到我们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平衡面 稍后在做顺时处理的时候会给大家做一个展示 好 现在我们去找一下样品的位置 好 先畫在置 rat 好 真的 plea 好 感恩 好 然后呢 稍后 我们可以看到屏幕当中 有一个 有一个 视频 视频显示 这边的话主要是能够将 显微镜中样品的一个成像 呈现到这里 然后让我们能够 更方便的去进行一个观看 好 我们首先先找到样品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 在这横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黑影吧 其实实际上是刚才的绿纸条 然后这个是拟南界的尖端 因为我们检测的是飞升区 所以说我们露出的位置是非常 非常短的 只要把我们带测位点露出来就可以了 好 我们这个时候下传感器 好 我们找到传感器的位置 将传感器下降到样品附近 好 我们将要求 让我们带测位点调清晰 调清晰 传感器的清晰程度 实际上不用调节太清晰 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软件 去调节它的一个传感器的一个位置 是我的脉有问题吗 可以了是吗 佄ضс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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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魔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可以通过键盘去调节 调节传感器的位置 将传感器调清晰 我们检测你南界的分声区 在NNXA测试标准当中 你南界分声区测定位点是距离根间120微米的位置 好 我们先把传感器调到根间处 好 我们可以调节这个传感器移动的步距 120 好 我们向下移动120微米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将传感器靠近样片 当然传感器是不接触样品的 只是靠近样品 它是不会刺入样品的 所以说这个是非接触式的一个活体检测 好 这个时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标记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点击启动进行检测 好 顺时处理前 大家可以看到之前重康老师文章中的数据图 显示的是就是顺时处理前会有一段数据吧 大概五分钟左右 我们可以简单调一下它的一个预置范围 行 我们可以测试五分钟 刚才我看我的助理这篇提示评论区有老师提到提出问题 这边我们来看一下 有老师提到 有老师提到两次测定时电压不一样 比如一次为220 一次为170 但两次传感器校正都能正常通过校正测出来的值会不一样吗 这个老师的问题应该 我想应该是一个就是有系统的客户的有系统的老师 因为这一块涉及到就是您这边第一次是220 可能是220毫浮 然后下一次的话是170毫浮 但实际上对于正常情况下 它在同一浓度上 就比如说假设这个是 我看一下 假设这也轻吧 因为这个电位值跟轻的氢离子电位值很像 如果说您这边氢离子的话 比如说PH值是6 那么您第一次电位值是220 但是您第二次PH值还是6的话 但是它的电位值是170 而这个实际上它的就是我们经验值的就是这个电位值 您这两次差的会比较多 所以说首先我先建议您这边的话 可以看一下您的溶液当中的PH值 它是否有变化 就是避免是因为PH值的变化 导致两次的一个就是电位值不同 如果说您这两次的电位值是在我们的经验值范围里面 因为您参加培训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经验值的一个就是范围的一个培训 比如说PH6.0 它应当在我印象中可能是在150到200吧 之间的一个范围 如果说超出这个范围的值的话 就是您可以考虑看看是不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一个PH值浓度 或者说您其他离子浓度可能有变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当然如果说您的 您能通过正常校正的话 那实际上我猜测有可能是整个它的一个浓度的体系整体上有变化 就比如说您如果说校正PH5.5和PH6.5 但实际上它的它的PH值是PH5和6 实际上也是能够校正出来的 所以说您建议您可以先去确定一下 您的这个就是测试液的浓度 校正液的浓度 具体的内容的话 我建议您可以关注一下 刚才我说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兄弟直播吧 标准与认证这块 它这边的话会更多倾向于您提到的这个内容的一个解析或者解答 请您这边可以关注一下 我看又有一个老师询问 三室温的外环境对检测环境 是否有影响 室温环境对检测环境是否有影响是吧 这边的话我可以就是如果针对于顺时来说的话 外界的室温环境会对您的检测环境有影响 因为之前我们做过实验 比如说我们需要一个低温的一个实验 就比如说是零度的一个测试环境 但是我们加入零度测试环境的溶液的时候 会发现它的一个测试液的环境 它和外界环境就是会有肉交换 会使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环境会升高 所以说针对于刚才提到的 就是说那个外界环境对检测环境的影响 我们这边也是会就是做顺时的时候 刚才我不是提到有一个就是特殊的一个装置吗 它是NMP温度处理的一个专用装置 实际上也是通过让外环境持续的一个保持低温的状态 来使您的检测环境是持续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保证低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看刚才就是问问题的客户提到了 说是关注的名字叫什么 没有听清 我这边可以再说一下 这个是周五 每周五晚上也是七点 也是七点直播 我是周一 然后周三是经典与创新的栏目 而是主要说的是创新类的内容 然后周五晚上七点是标准与认证的栏目的直播 而会更倾向于您的一个特事的一个方法 您的一个就是认证的一些内容 就是也是提高您这边 也是提高您这边的一个操作技巧的一些 就是一些内容 所以说您这边的话建议您可以去关注周五的一个直播的栏目 我看还有客户提到冷处理实验方面 冷处理方面的实验可以做 那热处理方面的实验能不能做呢 这个稍后吧 我将冷处理方面的实验内容做完以后 再给大家去介绍热处理方面的一个实验 好 我们看一下这边测试的一个情况 好 这边检测了 这里里有测试时间 检测了七分多钟 这边卖是没事吗 哦 需要去拿着吗 行 好 我这边助理反馈 这边麦可能有些 呃 是不是听到声音啊 呃 这边我看评论区里边没有人反馈 呃 这边我按照助理的要求 就是呃 稍微动了一下麦克风 好 我们这边去呃 停止呃 测试 这个是顺时处理前的一个 就是呃 在处理前的一个样品的一个盖离子的信号 呃 这个时候我们去 将传感器移开 啊 抱歉 这个麦可能还是得加一下 好 我们将传感器移开之后 将样品取出 好 我们就会去呃 这边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 取出样品以后 取出样品以后 我们先把这个潮温的检测溶液去吸取出来 吸取之来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外侧有一个就是大的平洋面 中间有一个小的平洋面 我们利用大的平洋面制造一个外部的一个环境 然后我们是添加 外侧添加冰水混合物 当然这边的话 因为我们这边的就是实验室中没有碎冰机 但是在老师的实验室中应当都会配备这样 碎冰机这样的一个就是设备版 这边的话建议老师使用的不要是这种冰块 因为这种冰块的一个就是传递温度的一个效果 没有碎冰的效果好 我们这边之前也做过一些尝试 就是说使用碎冰进行一个实验 比使用冰块进行实验的效果要好很多 好 我们加入 好 因为今天是演示的话 我就简单加一下 简单加下这些这些冰块吧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先不要往里边加测试页 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现在加入测试页的话 这个是经过低温 就是冰箱冷藏的测试页 就加入这个测试页以后 其实实际上顺时实验就开始了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去把样品放到 放到检测台中 我们可以先在没有冻液的 我们可以先在没有冻液的 样品中去在显微镜下去找的样品的位置 然后再将传感器去靠近样品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提前做一下简单的标记 比如说这个低温 我们就标一个ADD零度吧 摄入度这边不好打 我就写零度吧 提前做好这样的一个准备工作 之后我们去添加 低温的测试液 添加后我们去找传感器的位置 好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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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就是冷处理的实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而这边我也是给大家去简单解释一下 简单解释一下刚才老师提到的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刚才我看一下 就是冷处理的方便实验可以做 那热处理方面实验能不能做 实际上这个是一个 AMP的一个温度处理的一个专用装置 它的一个处理方式呢 就是通过外界环境的一个 就是持续的一个温度的一个提供 让它内部的一个测试液环境的温度 去保持住一定的温度 或一定的水平 那么冷处理我们可以用 比如说冰水混合物这样的一个方式去 让它有一个持续的一个外界的一个低温的一个环境的一个保持 那么热处理呢 热处理那么我们就是同理 可以用就是外界环境提供一个 一个比较相对稳定的一个 低温保证里边的测试液的一个环境 是一个就是高温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而热源怎么能达到呢 之前其实我们也尝试了很多 比如说加一些热水 或者说加一些其他的热源物质 但是加热水的话实际上它和环境的温度 交换比较快 所以说它的热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温度会很容易的去降下来 所以说之前我们找的一些热源的话 就是尽量能够提供持续的热源 就比如说您可以使用就是化学的一些物品 比如说氢氧化纳的物理性质 它加水可以放热 然后我们这边也是尝试了一定的一些方法吧 然后是用固定的一些克数加入固定量的水 使它的温度在就是一定的范围之内 可以保证比如说40度的这样的一个温度的一个环境 进行一个就是持续的一个温度提供 就是在短时间内 比如说5分钟或者10分钟以内 能够保持在保持测试液中 它的一个溶液的环境能够达到40度左右 这边的话其实实际上是这个装置 也是崇康老师在来我们序域测试的时候 我们帮崇康老师设计的这样的一个小装置吧 因为当时之前做温度处理的老师 当时应该是没有 因为我今天搜索文献的时候发现崇康老师的温度处理 这边是第一篇温度处理 然后之前的好像没有看到 就是更更早的一个温度顺势处理的这样的一个就是 IMT的一个文献 所以说从崇康老师这边来说的话 就是这个装置实际上也是帮老师实现了 这个老师的一个实验方案的一个创新点吧 当时是用这种方式来帮助老师实现的 在周三的那期直播当中 我看一下周三应该是经典与创新的这样的一个栏目 经典与创新的栏目 应当也是针对于崇康老师的这个实验 它会提供更多的 怎么说呢 就是更加自动化的一个 更加自动化的一个方式 去完成这个冷处理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处理条件 所以说就是处理条件并不是这个装置一成不变的 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需要 根据我们的一个设想去 就是怎么说呢 去为客户创造出客户想要的一个实验的这样的一个条件 当然崇康老师这边的话 有新的实验的一个设想 结合我们的一个实验装备 实验装置能够为老师 就是测到这样的一个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结合创新点 结合创新装置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能够为老师提供 就是提供AMP的数据 如果有其他的老师 还会有一些 就是其他的实验设想 也可以联系我们 也可以联系旭悦 来看看您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能不能就是按照您的实验的设想去达到您的一个实验数据的积累 这样的话就是创新的内容 相信能够更好的去发表更就是更优秀的一个文章 好 简单介绍的这个装置 然后也是再次提醒大家 就是周三的直播当中 也会有这个装置的一个更进化版的一个就是装置吧 也是请大家去进行一个就是学习了解 好 下面我看一下评论区的内容 非常感谢杨提到的就是 星期五的一个标准语认证 这个就是确实是标准语认证的这样的一个直播的栏目 然后也提到了是有声音能够听到的 也非常感谢 冷处里 这边有人问冷处里只能测试根吗 我想测试叶片可以吗 这个在 我用这边镜头来进行一个解答吧 这边我用这边镜头来进行解答吧 冷处里的测试 因为刚才我提到的PPT里面提到的三篇文献吧 其中有一篇是测 是测好像是测液肉细胞的 可以近点 是测液肉细胞的 实际上它不仅仅是能够测试根 好 这个麦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不仅仅能够测试根 然后也是可以测试叶片的 当然文献不止我PPT展示的那三篇文献 还有更多的文献 如果有老师有需求的话 可以就是可以加我微信 像我索要 也可以去网站上进行一个查询下载 这边当然这个老师的提问是冷处里 可以测细胞吗 测试的话 是可以检测的 但是 这如果是您的一个实验的一个条件 或实验的一个方法的话 那当然是可以为您进行一个尝试检测的 这个测试方面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说 细胞比如说 我不知道您测的细胞是细胞团 当个细胞 还是说组织当中的 就比如说液肉细胞 实际上我们检测的是叶片 就是很大部分的液肉细胞当中的一个 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是成团的这样的一个组织 这样的话检测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要测单个细胞的话 会涉及到当然一些具体的一些实验设计 具体的一些实验设计 这边的话如果您有需求的话 咱们后续可以再进行一个沟通 当然另一方面就是说 细胞在您的冷处理条件下 细胞的一个活性 活性的一个状态 包括细胞会不会破裂 细胞会不会有什么 就是因为损伤了 导致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信号的一个出现 这个可能您需要去做一些简单的 就是实验去做一个验证吧 测试方面的话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我再看一下评论 行 我们助理把一些资助的项目和一些 包括我的联系方式 包括论文集的下载 包括文献库的一个链接 这边都发到评论区里边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边 去就是按照这种方式来进行文献的获取 或者说您所需资源的获取 如果说您这边还是有些资源没有提到的话 您添加我微信 相信刚才PVT里边也会有截图 这PVT里PVT的话 后续我们会上传到 上传到我们的就是直播间 大家可以在直播间中进行一个PVT的一个查询 也可以添加我微信 也可以去相应的网站 去进行一个就是搜索 行 然后我看这边还有些时间 客户的评论这边 现在暂时没有最新的一个评论了 刚才我提到的论文集 就是这个2019版的纸质版的一个论文集 是这样的 里边会包含 我这边先把麦拆一下 这个论文集呢 包括刚才我提到的崇康老师的这篇文献 其实这个论文集 我这边可能看不太清楚 但这里边会包含医学生理学 医学生理学植物盐胁迫 植物水汗胁迫 包括后边 我们今天提到的植物温度胁迫 崇康老师的这篇文章都会有介绍 我们可以先简单看一下 这是18页 然后这篇 这篇是对于这篇文章的一个讲解 当然在这个文献当中的话 你也可以去就是扫描这个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的话 也是可以能够就是进入我们的公众号 然后去申领论文集去下载文献 都是可以的 这是2019版的最新的一个论文集 稍后如果有2020版的话 也是会在公众号上 也是会在网站上进行一个更新 请大家进行一个就是关注 持续的一个关注 下面再介绍再有一点时间 那我再介绍一下那个MT的一个101问 直播应该是有回放的 以后我可以问一下助理应该是有回放的 行 然后我再介绍一下MT101问 101问的话之前其实在直播中我也介绍过 这里边会包含的就是知识面会比较过 从您如果说刚接触技术 包括就是您如果说是测试 或者说是您是有系统 您这边可以开展实验的话 这个101问就是从刚接触到您最后的一个系统的使用 这里边都会有比较详细的一些问题与解答 就比如说今天的一个 今天的内容吧 我看看这里边有没有一个合适的一个 合适的一个介绍 当然这里边也会有具体的一些案例 也包含就是比如说逆境啊 比如说一些植物营养啊 包括刚才老师提到的啊之后有没有会有啊 肖酸根的直播啊就是植物单元的吧 我忘了是肖酸根还是植物单元啊 这边的话会有一些植物营养的一些啊相关的文献的一些信息啊 大家也就是在这里边是比较全的 然后后边的话就比如说啊 IMT与饥荒工具胶的结合 与磨片前的就是联合应用 这些都是呃就是内容都是比较丰富的 包括这边呃部分的IMT中国专家的一个审考人 这边也是有罗列啊 这边也可以供大家去选举参考 这个101问的话也是可以在公众号上可以呃应当是可以呃申领的 呃如果说申领不了的话 您可以直接在公众号上去询呃去询问 看看有没有这样的申领的一个方式啊 啊后台人员会给予您一个呃就是直接的一个答复 好我最后再看一下评论的内容 行我看没有老师再有最新的一个评论了啊 这边的话本期我看呃也是到结束的点八点了啊 本期的直播那就到此结束啊 啊下期的话啊就是会有预告的内容是关于啊 一些呃就是样品吧啊 IMT能测什么呃样品的一些类型的一些啊 就是就是展示吧 然后是也是请大家能够关注我们下期的直播 好本期的直播到呃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